今天也是第一百科公司的开幕七周年纪念 第一公司在上月的22号清晨曾经发生了火灾 损失惨动 但是在全体员工的努力之下只花了8天的时间整个灾差 并且在今天重新开幕 总部系的演员杨丽花 王晶英 叶琴等人 为第一公司重新开幕主持了检采 第一公司的三十位女服务员 并且在总部系各行当时的领导之下 高昌中国一定强 总统万岁已是效忠